既然汉容北觀局團的創團團長曾晋哉 老師在自控制印尼去做選 他不是國保階級的藝術 還是北觀音楽真有代表性的人物 曾老師感到很多學生 背用這麼多北觀晋哉 臺灣音楽官也特別為到這 背架高義責頭頭的曾晋哉老師 出一本專制記錄他的一生 今天要基盤申請發表會 北觀樂器流列的氣氛 不能拿來搬戲 在民間的贏心做酒 松鼠頂頂的中央也看得到 創立汉容北觀局團的曾晋哉老師 日空立印尼七歲分過身 直到八十七歲 他自十歲開始就對阿爸在起班 哪天哪兒 什麼學期都會笑 讓人學會是八十九月 桌頭頭的國保吉台書 記錄曾晋哉老師一生的身材 在拜時基盤發表會 很多鄉老師的學生都有夠位 包括音楽製作人丹明中 讓人知道說他可以在他生命中 他為什麼要堅持 要把北觀留下來 他真正傳到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也一樣 到學生也是這樣 台灣音樂官也表示 因為這人將台灣的音樂團成推廣出去 這次才會出版一本書 將鄉老師的一生記錄下來 作者勞修定表示出版這本書的目的 也希望政府能夠在教育方面 多到出力 早期可以建立相關的地殖 相關的 你只想你一世人 你只會害兩句的流水 這樣在教育方面可以做 就是把它補充好 讓小孩有一個印象 以後就有一個起點 不然我們的東西會掉很快 劉修定表示 陌網政務導入更多的主委 讓小孩從小孩開始接觸 這些的傳統文化 才有機會繼續團成下去 他也認為 不管在什麼樣的領域 建立資料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但是說有心 任何人都可以做一個紀錄架 做會上這的 定規率沒有去的傳統文化 團成下去 記者劉神母 謝桂林 台北報道